这天一位拾荒的大爷像往常一样出来捡瓶子 可今天他却发现旁边的臭水沟里多了一个行李箱 大爷高兴地走上前以为发现了什么宝物 便一把将上面的拉链打开 不料下一秒大爷差点被吓得心脏骤停 只见里面竟然藏着一具浑身赤裸的女尸 随后警方就接到了大爷的报案 法医对尸体一番检查后 发现死者的面部已经被毁得不成人样 并且腹部还有一条伤及剑骨的刀伤 不过让法医感到奇怪的是 他发现女人的全身虽然被凶手扒得一干二净 但他对其检查后却没有发现有过被侵犯的痕迹 看来凶手之所以把死者的脸部毁容并将衣服拿走 显然是为了掩盖女人的身份 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 法医推测死者被抛尸在这里的时间至少已经两天以上了 队长老陈环绕四周后 在附近的草丛里发现了一条很明显的脱痕印记 并且警员在周边还提取到一枚男性的脚印 因此陈队怀疑这很可能是凶手在抛尸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 回到警局后 法医立刻对尸体进行了全面尸检 化验症是死者腹部的伤口 因为贯穿了整个内脏和重要器官 从而导致女人在短时间内的失血过多 根据尸将形成的变化 法医推测女人的死亡时间大概在三天前的夜晚 也就是这个月的八号 由于死者的面部已经被凶手严重毁容 所以他压根没办法通过扫描来确定女人的身份 警员阿炎也在死者的头发以及指甲缝里 分别提取到一些沙土的成分 经过对齐的化验 发现这是一种建筑工地专门用的核沙 由此推测出死者生前应该曾去过工地一类的地方 另外警员还对现场的那枚脚印进行了比对 虽然并未在数据库找到相似的 不过他在检查的过程中 却发现上面留下的花纹非常特殊 与普通的鞋底完全不一样 经过对花纹的筛查 发现这是来自一家高档皮鞋店里的 而且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 所以老陈认为出现在现场的这个男人 应该是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 然而就在此时 毕泽集团拖欠农民工钱的新闻引发了热议 就在警员对负责人江洪志调查时 竟意外发现他所穿的皮鞋牌子 恰好和他们正在找的一样 并且从专卖店那边也了解到 江洪志一直是他们店的固定会员 再结合死者身上遗留下来的河沙成分 也与工地有关 罗队猜测这个江洪志 会不会就是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人呢 为了尽快确定受害人的身份 老陈立刻动身来到了江洪志的公司调查 而员工在得知警方正在调查失踪人口时 主动过来提供线索称 他们这边的经理秦宏在三天前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因为他平时刚好管着工资一类的账务 所以这几日没发工资 他们也就比较关注秦宏的行踪 老陈这边得到消息后 立刻向江洪志询问秦宏的去向 怎料对方有些疑惑地称 其实他这几天也一直在打听秦宏的行踪 因为和他一同消失的 还有公司账上的整整十个亿 而这也间接性导致他们没办法 支付农民工钱的新闻 就当阿言提出要对秦宏的公位检查时 江洪志却突然敷衍地称 那里什么都没有 让警方还是去别处调查吧 然而他这怪异的举动立刻引起了阿言的怀疑 再加上他刚才就注意到江洪志桌上 有他和秦宏的合影 并且二人之间的举止十分亲密 因此阿言认为江洪志肯定在刻意隐瞒什么 之后在警方的强烈要求下 他们对秦宏的公位进行了勘查 老陈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红色的水杯 将其带回警局后 法医立刻对水杯上的基因成分与死者的进行比对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死者正是三天前失踪的秦宏 随后得到消息的秦宏父母也闻声赶来 看到女儿惨死的尸体后 老两口伤心的痛不欲生 警员从母亲口中得知 女儿自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市区工作 由于距离远他们平常很少关注秦宏的私人生活 而这也就验证为何秦宏失踪后没有任何人报案 不过母亲倒是想起一件奇怪的事 她称其实秦宏在这边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她之前总是三番两头地打电话哭诉公司的不满 甚至还一度有了辞职的念头 母亲非常认真的告诉警员 她的女儿从小就是个憨厚老实的人 所以她肯定不会做出挪用公款的事情 老陈这边对秦宏的房间进行了搜查 在床下发现了一台笔记本 但除此之外 他们并未发现其他有用的线索 另一边警员队友作案嫌疑地将洪志进行了调查 意外发现8号的晚上 他正在饭店和一群男人喝酒 而且途中除了去卫生间的10分钟以外 并没有离开过监控区域 再结合死者被抛尸的地点距离饭店也有一段路程 这样看来他的确没有作案的时间 老陈疑惑到既然将洪志不是凶手 那么现场遗留的那枚男性脚印会是谁的呢 而且丢失的那笔巨款又是否和秦宏有关呢 正在老陈思考时 让他万万没想到秦宏压根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 一位警方在他的床单上检验到五名不同男性的基因成分 并且比对后证实这些人中除了郑海 无峰市集团的供应商以外 其他三名也均是将洪志手下的客户 由此可见 秦宏和他们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不正当的交易 得到线索后 警员立刻对第一位郑海进行了询问 没想到他还不知道秦宏已经遇害的消息 郑海有些紧张地称 其实他和秦宏之间根本算不上认识 只不过他当初是为了项目提升主动现身的而已 随后老陈又对其他三名进行了一一排查 发现他们在八号那天都分别有各自的不在场证明和时间 然而就当警员对最后一名无峰调查时 却从他口中得知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称死者肯定不是秦宏 因为他在九号的晚上还曾亲眼看见过他 当时无峰刚从工地巡视出来准备回家 不料尽发现秦宏正一身白衣的站在树下 而他诡异的表情更是让无峰吓了一跳 秦宏告诉他一定要对江洪志的电脑进行检查 之后还没等无峰回答就离开了 为了验证他的口供 警方立刻将工地门口的监控取下来查看 结果竟发现当晚的确有个白衣女子出现 并且身形与秦宏的非常相似 但由于现场有很多树叶的遮挡 警员并没有看见女人具体的面貌 可法医这边重新检验后 通过比对二者的基因成分确定死者就是秦宏 因此他猜测应该是有人故意假扮的死者来向无峰传递消息 看来江洪志的电脑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后技术科利用网络的通道成功连接了江洪志办公室的监控 意外发现今天上午 他们询问过的那位郑海曾行色慌张地去找过江洪志 而且从二人的谈话中还得知 他们一直在说对不起秦宏和闹鬼之类的话题 如此看来 郑海之前所说的话是在对警方撒谎 感到事情不妙 老陈立刻动身前去他的家中逮捕 万万没想到才刚到楼下 他们发现郑海在几分钟前竟然从家中跳楼自尽了 法医经过初步尸检 可以排除是他杀的可能性 而阿岩在死者的家中勘察时 发现屋内贴满了各式各样诡异的符咒 并且现场的光盘里还播放着一些极其圣人的曲子 警员在柜子里还找到一件带血的红裙子 而这些现象都指向郑海很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吓到跳楼的 因此老陈怀疑应该是有人故作玄虚 故意将这些恐怖的东西放在现场 一旁的阿岩想起郑海曾向江洪志透露过害怕闹鬼的事情 那么他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点来吓唬震撼 并且警员这边在重新对江洪志的不在场证明检查时 竟发现他之前对饭店的监控做过手脚 江洪志将原本出去的一小时改成了十分钟 从而来混淆警方的办案 得到确凿的证据后 阿岩立刻将其带到了审讯室 经过对他电脑的排查 警方也从中发现了大量偷税以及挪用公款的记录 而其中就有公司账上丢失的那十个亿 看来江洪志正式利用秦洪的死来掩盖他犯罪的事实 面对实打实的证据 江洪志不得不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他称其实这一切都是被郑海逼迫的 原来早在两年前郑海就瞒着妻子在外面和秦洪搞暧昧 但其实他们心里都清楚 像秦洪这样不堪的女人也只是和他玩玩 压根不会同意结婚 再加上8号那晚 郑海的妻子在得知此事后坚决要和他离婚 所以郑海为了安抚他才向秦洪提出分手 可万万没想到 秦洪竟然拿出刀来威胁他 并且还称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的妻子 情急之下二人在抢夺匕首时 郑海一个不注意将刀插进了秦洪的腹部 等他死后 念灵崩溃的郑海突然想到了江洪志 于是他便利用江洪志私藏赃款的行为威胁他过来 就这样二人将秦洪的尸体扒光毁容 并且扔进了臭水沟里 阿言听后便质问郑海家中的那些灵异物件是不是他放的 不料江洪志坚决反对这件事 他告诉警方郑海肯定是被秦洪的鬼魂给杀害的 因为昨天他曾非常害怕地找到江洪志 称秦洪的鬼魂一直跟着他 而且还亲眼看见他穿着死前那条带血的红裙子 可当初江洪志为了担心秦洪的身份败露 早就将他所有的衣服扔进了垃圾站 而现如今裙子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郑海家 江洪志认为这一切肯定是秦洪的鬼魂做的 看着他神神叨叨的样子 阿言自然是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 不过转念一想 那个出现在郑海家中下他的女子 以及9号晚上独自去找吴峰提供线索的女人 阿言认为这一切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帮助秦洪 为此他推测对方会不会是死者的姐妹或者家人 想要为他报仇才这么做的 一旁的老陈听后也认同他的想法 为了尽快确定这个女人的身份 老陈立刻安排警员前去对秦洪的父母询问 怎料对方的父亲在得知此事后 突然情绪变得有些紧张 老两口思考半天后才缓缓说出 其实秦洪并不是他们二人亲生的 而是早年前从红星福利院抱养的 因为他们不想让秦洪有心理负担 所以便将这个秘密封存在心底 得到线索后 警员根据地址来到了这家福利院 经过查询当年报养的记录 他们果然发现秦洪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 而且也被同一个市区的人给领养了 随后老陈立刻对这个女孩展开调查 得知她当年被养父母取名为张玉 目前是一所华东大学的心理研究生 并且老陈在重新搜查秦洪的家里时 还在沙发下面发现了一本日记 而里面详细记载了秦洪和张玉 从一开始的旌旗 到后面的陪伴彼此 结合这些线索 老陈认为吓死郑海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张玉 可目前他们只有找到实质性的证据 才可以定张玉的罪 一旁的阿言也对郑海家中播放的 那张光盘进行了分析 发现里面的音乐中 掺杂着一些催眠用的曲子 并且表面也是被一期特殊处理过的 而最主要的是 市区内能符合制作光盘的地方 只有华东大学的实验室 为此阿言认为张玉作为本校的学生 是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实验室的 为了尽快找到证据 阿言来到学校对实验室的监控进行了筛查 结果果然发现张玉曾在没有人的时候 悄悄利用仪器制作了那张光盘 看来她正是杀害郑海的凶手 将她带回警局后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女人压根不是张玉 而是他们一直以为被残害的秦洪 原来当初他们二人相识后 妹妹就一直很心疼 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公司的遭遇 所以张玉为了帮助秦洪 便主动提出呼唤身份来揭发江洪志的罪行 就这样张玉便假借秦洪的名义去网集团上班 却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 毫不知情的张玉竟然被郑海杀害 而秦洪为了让这一切可以尽快结束 便冒着风险给吴峰提供线索 并且假扮鬼魂逼迫心中有愧的郑海跳楼自杀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